大家好 我是高壽潮 願無意外 我想大家都有聽過勞動節這個節日 聽就聽過 不知道大家有了不了解這個節日呢 不了解不要緊 今天來講一下這個節日 勞動線是一個基本上全球都會慶祝的節日 除了某部份國家不慶祝的 例如蒙古這樣 所以這個節日 可以當是一個都幾國際的節日 每年5月1日就會慶祝這個節日 不過有些國家就不是這一日的 是其他日子才慶祝勞動線 例如加拿大 每年9月1個星期一才是勞動線 美國也是這樣 紐西蘭就10月4個星期一才慶祝 澳洲就不同地區 過的勞動節時間都不同 是這些國家比較特別 其餘都不一的了 這個節日是怎樣由來呢 有段故事的 是這樣的 1886年 美國芝加哥的工人發起集會 要求8小時工作制 那時候做工人相當辛苦的 每次都OT很久 待遇又不是特別好 因此工人就想改變這個情況 發起集會 罷工 表達訴求 那一開始這個集會 就是和平 沒多久之後 有警察在無預警之下 對工人開槍 於是工人群眾 當然是憤怒 剛好 那時無政府主義 社會主義相當流行 在美國多地都有組織團體 他們看中這件事 趁機人傳單四圍派 鼓動更多的人民 和警察對抗 繼續集會抗議 接著繼續集會抗議 然後警察當然是很快到場 趕他們走 於是雙方在這裡議論 就在這個時候 有個炸彈扔了去警察那邊 一聲爆炸 爆炸之後 警察和示威者就馬上一場激烈打鬥 悲劇收場 為了紀念這件事 勞動節就誕生了 勞動節的由來就是這樣 好了 在勞動節通常會做些什麼呢 叫勞動節當然是 慶祝勞動階級對社會和經濟所做的貢獻 因此會放假 例如中國 香港 澳門 香港的話 在港英那時就沒有隔放 直到九七主權移交之後 才有隔放 好了 港澳的話 這天除了放假 亦都會有遊行 向政府請願 給多些福利勞動階級 一般情況是這樣 那 港共政府 通常在這天 就會提高最低工資今晚 台灣的話 在這天只是勞工放假 其餘都沒有假放 很特別的 美國的話 在這天除了放假 遊行 亦都會唱歌跳舞 放下煙花 大概就是這樣 工人階級萬歲 一年365日 幾乎每天開工 為社會作出貢獻 搞過這樣的節日出來 是很應該的 所以大家放假的時候 都不要忘記 工人階級對社會的貢獻 工人階級萬歲 這個節日 是一個有意義的節日 向工人階級示敬 去看